欢迎收看关键的许可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已经进到了战警室 你再看到整个战警室 气氛非常的凝重 现在要为中东紧将迎来的战况 预做准备进行一个调题 而另一方面 俄罗斯 俄罗斯也有动作了 俄罗斯现在的国安会的秘书长 也就是他的前国防部长 邵伊古也进到了伊朗 他直接到了伊朗 向伊朗保证 俄罗斯绝对是伊朗最强的后盾 而且现在 伊朗你需要的雷达 你需要的防空设备 俄罗斯无条件的公益 连川普都讲话了 川普说 据他所得到的情报 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早上 整个伊朗就会发动战争 难道现在整个中东 真的是一触即发吗 而且现在对伊朗来讲 他非常的艰难 是他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如果他不打的话 他什叶派盟主的地位 会完全的消失殆尽 没有人会再听他的话 但是如果他打中的话 会引起了以色列的反弹 以色列的反弹 整个伊朗会有灭国之灾吗 而且我们看到这张图 更可以感觉到 在中东上空的战云密布 最常讲的 在黎巴伦的贝鲁特上空 你看到布满了飞机 这个飞机很清楚 很多车飞机就准备要撤脚 而更重要的是 美国的EP3战机 现在已经都在这个上空 非常密集的巡逻 也就是美国现在 他的F22的中队已经来了 他现在航母已经来了 他两栖的路舰已经来了 连他最重要的掌握整个状况的 EP3侦察机也来到现场 现在整个战局的发展 是可控还是如果不可控 如果不可控的话 整个中东真的会陷入战火之中吗 我们今天请到了 请问来宾 对大家非常首预的 中国维持会的副董事长 马西平 西平 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财经专家黄文聪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政媒体人杨维珍 大家好 第三位是资政媒体人杨维珍 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政媒体人李宁辉 大家好 第二位是资政媒体人张允轩 大家好 待会儿的资政媒体人罗伊德 也会加入我们这场 刚刚讲的是 现在美国跟罗斯都已经有动作了 都觉得要为现在即将 中东展开的战争 以及运速准备 连川普都说今天晚上 伊朗就会发动战争 就会发动飞弹 你说这张图非常清楚 在黎巴嫩这个贝鲁特机上 已经停满飞机 这个地方看起来 已经是为了撤脚做准备 更重要的是这个EP3 EP3已经在黎巴嫩的上空围绕了 对 没错 目前为止 中东的战情 这风云变色 而且很有可能在24小时之内 就会开打 为什么会开打 这里面来说 目前为止来说 拜登已经进了美国总统的 这个战情室 再来说川普 他在跟人家访谈 他说24小时之内会开打 再来前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跑到伊朗去 所以现在重要人物 全部都在那边穿梭 都在这里 都在穿梭 好 那另外一个 我们从这张 这个所谓空中的飞行图来说 你更可以看出来 中东紧张的局势 保险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目前为止来说 最繁忙的机场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黎巴嫩的 这个贝鲁特机场 但是他的飞机呢 都是停在这边 准备要飞出去的 也就是说 他目前为止还没有飞 他准备要飞出去 他现在要载了 大量的侨民要飞走了 再来就是什么 这附近的空运 你可以看大部分 都已经是进空的一个范围 都没有飞机在上面飞 好 我们不止没有飞机在上面飞 另外一个还什么 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飞机也是开始大量的飞 很多人也是要离开的 从以色列要离开了 开始离开了 好 再重点是 这一台红色的飞机 也就是它的轨机 是从意大利机场一路飞 飞到这个地方来的 这一台飞机 保洁这台飞机 这很重要吗 这一台飞机是 美国海军的EP3的侦察机 它从意大利机场 飞到这个地方来 那飞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 因为它可以侦察的范围 是700公里左右 它要侦察 未来可能会发生 战事的先前的 所有的情报 我要收集清楚 所以你说 这个地方该进空的进空 这个地方该离开的离开 这个地方该侦察的 都在侦察当中了 事实上我们再从这张图来看的话 目前为止在海面上 保险在海面上 有这个美国的黄蜂号的驱逐舰 黄蜂号的这个 两栖攻击舰在这边 对 载了非常大量的F35在这边 然后呢 在中东机场 可能在这附近的这个机场里面 有一个F22的中队来到这边 F22的中队来到 另外一个 在这个鸿海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林肯号的 这个航空母舰在这边 它也是满载的F35的飞机 在这个地方 对 还有什么呢 美国现在把很多的 战斧的这个 战斧的巡防舰 还有战斧的巡洋舰 驱逐舰部署到这个地方来 为什么 它准备未来 假设真的开打之后 它要帮助以色列去拦截 所有来自伊朗的任何的武器 所以你看 像美国现在已经做好了 完全的准备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就讲 目前以色列在这边 伊朗在这边 那两个国家到底怎么来开打 所以当然最有可能的 就是伊朗又会跟上次四月一样 发动 先发动大量的这个武器 攻打以色列 之后呢 到底是黎巴嫩会攻呢 还是呢 原本埋到地道里面 还剩下残部的这个哈马斯会 也是来夹击以色列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整个局势的确是 相当的紧张的这个状态 所以你说到底是伊朗 自己单打独特 直接跟以色列订构 还是我发动 刚刚讲的 我所有的北边的 黎巴嫩 我南边的胡塞组织 甚至我在加萨走廊的哈马斯 我全面净脱 还有叙利亚后背 也趁机来作战 这都是很有可能 因为这些都是 伊朗的小老弟嘛 所以美国现在也做好准备 他现在约旦 约旦在这边 他已经跟约旦说了 万一开打的时候 你的机场全部借给我美军使用 因为我美军可以用这个机场 来进行包包收对伊朗的攻击 或是控制这附近的这个区域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 整个冲冲局势 真的真的是 往上扬升的一个状况 对 事实 我们刚才讲 本来想说 今天以色列跟伊朗的国力 完全不能比 而且你看到以色列拥有F-35 而且他有最好的F-35 有最好的F-16 他根本就是如入无人之地 我想对伊朗敢打吗 可是我今天看到这个画面把我吓死了 今天绍一谷 等于说俄罗斯都来了 俄罗斯都跑到了伊朗 而且俄罗斯跑到伊朗 跟你讲说 你要防护飞弹 我提供给你 你要雷达我提供给你 我俄罗斯当你的后队 对 那伊朗想不打都不行了 保洁 我这样 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冲突 牵扯到非常多大国的博弈 为什么这样讲 我跟你讲 伊朗目前为止 他要不要打 他在这次来说 他显然是非打不可 第一个 你人都来我们家戏情 我觉得黑帮老大我现在没有颜面 我一定要修理以色列 不然那些所谓小老弟 他是实验派的老大 你实验派老大 以色列的森林片 你没有任何反应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想 所以现在对伊朗来说 他真的要打 可是真的要打的时候 他又没有那个底气想打 那时候 俄罗斯来了 上一谷来了 对 俄罗斯来了 为什么俄罗斯要来 保洁 我跟你讲 因为他们目前 俄乌战场失情 如果假设中东战场挑起来的话 他可以减少很多亚 所以烧一谷 他当然有他自己的盘算 所以现在烧一谷来 保洁你让他跟他说什么 不用怕 我跟你讲 打起来的时候 我们提供你非常多的防空武器 我们可以提供给你 你要武器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给你 这就是伊朗最缺的 所以伊朗现在 OK啊 或许你看 他要来了 所以或许对他来讲 还有一些所谓的雷达 什么都可以给你 所以你看 他等于是伊朗要打 我在后面鼓吹你 所以这就是 俄罗斯的盘算就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 你看拜登 这是拜登 进到战情室了 对 拜登然后贺锦丽 然后布林肯 你看很多美国 还有国安部 国安顾问等等 一堆人 他们现在 在战情室里面开会 好 那你讲 中东的俄罗斯去看伊朗 然后包括说 像拜登进了战情室 然后更重要是 川普 他在跟人家直播的时候 突然间 他就插了一句话 他是跟人家来直播 他就插了一句话 今天晚上要开打了 他都说根据我得到的消息 今天晚上就要开打了 然后你再问他说 他都从来来就有非常可靠的消息 所以搞不好保洁 你看真的有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真的就会开打 那我们要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指标 保洁 那指标是什么 美国股市 那这几天的时候 美国不是大跌吗 但是大跌的过程里面 你知道这是什么 洛克希德马丁 他的股价 大涨 大涨 他的股价是逆势往上涨 另外再跟他讲 不是只有洛克希德马丁 这一家是洛斯洛普 你看他也是股价大涨 一个状 美国这几天是股灾型的下跌 他没有 他是往上冲 另外一个这是雷神公司 股价还创的历史新高 所以告诉你什么 如果我们比较敏感一点点 你从这些金融市场 雷神 然后这个所谓 洛马 或甚至是洛斯洛普 都在大涨的时候 告诉你什么 当然准备要打仗了 他们有非常大量的武器 可以卖出去 所以告诉你 现在真的是 打仗的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了 而且这个照片就是什么 现在贝鲁特的机场 真的挤满了人 挤满的人 大家都要跑了 对 我们刚才从这个第一张的 这个飞机图就告诉你 他们现在很多飞机都停在那边 准备要飞离贝鲁特 现在美国 英国 法国等等 都已经叫你说 赶快能离开就离开 这里还有机票的时候 能够离开就赶快离开 所以现在不只是在贝鲁特 可能在这个以色列 或者很多地方 现在有大量的人 准备要逃离这个中东 因为中东在 今天晚上开始 可能就会有战火启动 好 提问 可是就国力上来讲 不是伊朗 根本不是以色列的对手吗 之前不是讲 以色列他要去打胡塞组织 派了F-35如任无人之地 进去了以后 轰炸轰炸完离开 没人知道 那直接我们也看到了 当时以色列也进到叙利亚 把两个核弹 也就是说核子设备 把你给炸掉 一样进去 如入无人之地又离开了 那伊朗真的敢打 还是你讲的 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不能不打 连哨语鼓都来了 是啊 如果伊朗 现在不敢打的话 那他在中东 怎么当老大哥 他怎么做什叶派的老大哥 他底下有多少 你知道吗 有叙利亚 有黎巴仁这边的珍珠党 有胡塞组织 有伊拉克里面的 亲伊朗的政权 这些来讲的话 全部都要反叛了吗 所以伊朗他不得不打 他自己也知道 国力不行 不能对上以色列 那以色列的话 你知道有F-35 现在你讲 美国又派一个F-22的中队 然后还有什么 两栖作战队 有两栖作战队在这边 另外你知道 林肯号的航空母舰也到这个现场 罗斯福号现在也还没走 什么意思呢 就美国其实重病就都摆在这里了 而布林肯现在也都通知G7的所有外长说 48小时之内可能就要打了 你现在伊朗也做什么事情 伊朗也清空 中部西部中西部以北的所有的天空的航道 全部都全部不能飞飞机了 什么意思呢 清空了 伊朗也在清空他的所有的空域了 然后以色列这边也都在备战 所以再加上美军 所以你说这张族就很有趣了 这个EB-3他已经来这边巡航了 巡航了以后我们就看到 贝鲁特的这个机长 其实很多的飞机其实就赶快离开 那你说在这个区域里面 这样讲的 我如果要设计的话 这个都是我的设计区域 我的飞机赶快离开了以后 很多地方就开始清空了 清空都是为了 未来的投射武器做准备 所以关键点就是在接下来的 24小时到48小时之内 双方来讲的话会不会你来往 而且现在以色列的总理纳塔亚胡 都已经提到了 他们要多线作战 什么叫多线作战 有可能来自黎巴勒 有可能来自胡赛组织的 有可能来自伊拉克境内的飞弹 或者是从伊朗过来的飞弹 一大堆啊 这个以色列都准备好了 就是说我要面对的是 多重性的 多线的这个战场的规划 所以我就懂了 为什么纳塔亚胡要讲多线作战 原来他对付的不是只有伊朗 刚刚讲叙利亚他可能会来 等于说伊拉克也有可能会来 还有我们看到了 你今天北边的这个所谓的珍珠岛 南边的胡赛组织 他是多线对以色列攻击的 是啊 那你现在多线了 对以色列攻击之后 那整个中东的其他国家怎么办 其他国家要选择站在伊朗这边 还是站在以色列跟美国这边呢 你想想看 美国现在正在处理这件事情 不是单独只是处理 以色列跟伊朗的问题而已 他还要处理周边这些其他门国 伊斯兰世界的问题 是啊 他为什么要跑约旦 他为什么要叫约旦说 你帮我把那个伊朗的 所谓的这个飞弹 或者怎么把他打下来 那接下来沙烏地阿拉伯呢 接下来那些卡达或者是说 这个阿联酋等等这些国家呢 他们的态度跟立场在哪里 所以你知道其实这场战争 我觉得就有点像俄乌战争一样 一打下去 北约国家全部倒向美国这边来 一打下去整个中东国家 是不是就 你要把站伊朗那边 你就是我敌人 要把就站美国这边 所以等于说 要站边 对 要站边的概念了 那因为 其实以色列去杀 那个几个恐怖分子来讲的话 以前没有过吗 以前常常发生啊 那为什么这一次故意 事情好像越来越大 对 越来越大 好像一发不可收拾 好像伊朗也被逼了 一定要站上战场上去 可是一个中间 美军驻伊拉克的这个基地 已经被攻击 代表这个地方 就在伊拉克的这些 什叶派的组织 已经开始有动作了 是 他在就是代理人战争 这已经有开始动作 所以你知道在伊拉克里面 也是一团乱 他有亲伊朗这边的什叶派的 他也会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所以就刚刚证明了 刚刚我们提到的 纳塔雅吾讲的多线作战 而这个多线作战 可能就在24小时内会出现 是不是 你最近在我们这里 谈这个所谓的体育 大家都忘记了 以前我们的国际正式是你开场的 结果你特别跟我点到一点说 这个战争你要刚刚讲到 要看那个霸仗头 要看那个关键人物 关键人物的动向 才是这个战争的真个关键点 你说要看谁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指挥官 他去哪里 他讲了什么话 才是这个战争最关键的观察点 所以我告诉你 今天这场战争是面子 面子战争 面子战争 一触即发 万一就变成世界大战 我告诉你 为什么一个伊朗的面子 伊朗一定要打 不打对不起 他在什叶派领袖地位没有了 好 打轻了也没面子 打中了 以色列面子来了 你打我太重 我以色列不要还打你 要还 要还 以色列一还 俄罗斯的面子来了 伊朗我小老弟 你被色列痛扁 我要不要出面 要出面 俄罗斯一出面 不得了 你会进入死亡循环 死亡循环 好 你讲对了 因此所有人都说 他不会出重手 他会多线作战 前南方 左边 右边 都来打你 对 我跟你讲 真主党也来了 胡塞组织也来了 修里亚也来了 大家都来了 我告诉你 我刚才看国际战争新闻 只看一个人 就中央司令部司令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 他是附地在佛罗里达州的 他不轻易出发的 结果中央司令部司令 库里上将飞来这里了 这里这么乱的时候 司令官飞来这里 他这么重要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前两次中央司令部司令指挥官 飞来这里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第一次海湾战争 第二次伊拉克战争 对 这两次中央司令部司令飞来了 你说两次不完战争 两次不完战争 他才出动完全就地指挥 因为只有中央司令部 你知不知道他前身是什么 快速反击部队 中央队快速 所以他来这里 对不起 海陆空都归我 直接指挥 当前线一番战争的时候 白宫那些 在睡觉来不及的时候 前线要有一个人 总提掉 总提掉 发号司令 飞弹怎么打 海军怎么打 陆军怎么打 空军怎么打 总要有人发号司令 所以他来到前线指挥官 他到前线火线指挥官 如果多线作战 他需要用到约旦的基地 他需要用到以色列基地 他需要用到 我跟你讲 各位可能没有研究他的行程 他的行程不是以色列 他要跑约旦 他要跑卡达 跑卡达 他要跑卡达 所以他要把周边这些国家 通通弄清楚 你知道为什么跑卡达 为什么 因为卡达有美军最厉害的 空军基地在那里 对 最大的中东基地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需要去调度 去通通搞清楚 要下达总动员的指令 从今天晚上开始 你们全部海陆空 飞弹 太空 全部由他总调度 当总调度到现场 战火已经准备点燃了 你说这个东西以后还没完转了 这个根本就是黑道抢地盘 所以我本来以为说 这国际大事 这个时候在兵凶战危 不要随便动 你说黑道不是这样 黑道如果不打了 就没面子了 黑道没面子了 就不用混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伊朗就是属于他没有面子的一个状况 他在前面安排了很多的年轻人 比如曾祖党这些都是他的年轻人 他的小弟在前面打打杀杀闹闹 还有胡塞组织 动不动丢个火箭弹过去 你在过去来讲的话 这是可行的 为什么 反正我伊朗在后面压着症 可是你今天在家里 你的哈尼亚 竟然是在你家里被打掉 被打掉之后你就没有面子 没有面子你的小弟就不会跟着你 现在来说伊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是说他变成一个三明治了 上游老 下游小 年轻人被打 你这当大哥你一定要出面嘛 但是你偷偷摸摸 你弄太久了还记不记得 上一次他说要反击 结果无人机飞了三个年五个小时 好不让当过去 结果99%全部被击落 那次已经是没有面子了 再次来讲的话 其实以色列都知道说 你伊朗应该是没有办法来跟我对抗了 所以这次跑到你的家里面去 不管是用无人机 不管是直接拿丢手榴弹 不管是用接射武器 你就是在人家的家里 把他给做到的宾客 把他给做掉了 做掉了之后呢 你现在上游老 下游小 现在来讲 邵一谷其实是你背后的大哥 是你的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也看不下去了 你在这里拿了我们的那么多资源 拿了我们公司这么多的奶水 我是希望你把这地方给hold住的 而且我觉得邵一谷来表明的是我支持你 摆明的是我要给你武器 我要给你防空设备 我要给你雷达 可是我的感觉是 他根本逼着伊朗说 你给我非打不可 如果你不打 你就不是我这里的代理人了 对 没错 这就是宝贤跟你讲到的重点了 你在中东这个地方 你是我的代理人 我把这些小弟托付给你 你要把他给顾好 结果呢 小弟喊打喊杀 红海上面胡塞组织弄这些邮轮 但是你伊朗你那么不吭声 你甚至你这个重要的人物在家里被杀了 你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一定得打 邵一谷不是来提供你资源的 邵一谷是来压阵的 告诉你上前了 兄弟不要再蒙了 直接往前去杀了 所以当邵一谷来的时候 所以伊朗非打不可 对 你没有选择了 你不是多弄个影片 然后这个万箭齐发的火箭丢一丢就算了 现在来讲 太需要一场战争了 好 提问 刚讲的现在的以色列已经 我们说他已经进到了他这个作战中心里面 准备开党 可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中国就不见了 中国在这个地方花了很多力气 我就去拉拢沙特加坡 我就去搞东搞西的 我要展现我这边的实力 我们过去曾经讲过 你要作为一个国际霸权 不是有钱就好 有钱根本没有意义 就像日本 日本其实给了全世界很多的钱 日本当了很多国家的金属 可是在这个全世界的话语权的时候 日本根本没有话语权 所以他小贞一郎就讲 日本一定要发展军权 日本没有军权 你就没有国际话语权 同样的状况 完全发生在中国的上面 要给钱我也给了 你要产业我也给了 你要技术我也给了 可是当一打仗的时候 他就不见了 这也不是要黑中国啊 事实上来讲的话 你要当老大哥 你本来就应该处理国际事务 没有错啊 中国是在处理国际事务啊 你知道当以色列在伊朗杀人的时候 其实中国已经把这个巴勒斯坦的 各个派系叫到北京 还搞一个北京宣言 结果北京宣言一搞完之后 整个中东局势现在战火密布的时候 结果中国闷不可声 完全不讲话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啊 他之前不去拉那个什么 伊朗跟沙拉伯建交嘛 对 现在你知道沙拉伯会站在哪里 他一定是站在美国那一边 为什么 因为本来来讲的话 沙拉伯的军事武器就是跟美国买的 而且本来 川普就是答应卖沙拉伯F35 后来拜登上来的时候先把他取消掉 因为沙拉伯太多问题 他太导演沙尔曼了 对 然后因为这样子的话 中国好像趁循而入 去拉这个沙拉伯跟伊朗 你知道马上这个情况 可能在这个战争发生之后破局 这个破局为什么 我努力老半天 中国努力老半天 结果到最后整个全部破局 一场空 这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因为对沙拉伯来讲 他最大的噩梦根本不是其他的国家 他也不是美国 他也不是俄罗斯 最大的噩梦就是伊朗 他们有一个教派的冲突 迅尼教派跟实业教派千年二月 而且伊朗想干掉谁 伊朗最想干掉的国家 就是沙拉伯的王室 是啊 而且沙拉伯最想灭掉的也是伊朗 伊朗最想灭掉的就是沙拉伯 而且再来你知道 伊朗跟伊拉克 以前他们一些宗教问题 也是打了八年战争啊 所以不要以为说穆斯林里面是团结的 他们是分了很多教派 是不团结的 结果你搞老半天 你到底懂不懂中东的政治 你只能把中东政治打的感觉 好像我想撤着美国撤出阿富汗 中东好像政治真空的样子 所以我就进入到这个地方 结果现在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为什么 完全没办法发挥你中国应有的国际影响力 所以我现在在看懂了 你要发挥国际影响力 根本不是你的钱 根本不是你的技术 根本不是说我不要介入他国的事物 我最重要能够有调停的能力是 我有power 我有武器 就像俄罗斯进来说 我给你防空设备 我给你雷达 我给你这个所谓的装备 一样 美国就把航空母舰F-22带来了 是啊 所以说航空母舰F-22 林肯号 罗斯福号 两栖作战舰 还有很多的军事武器都部署在这里 然后俄罗斯说我给你防空系统 即便是俄罗斯防空系统不好用 但是至少人家表态了 我有啊 对 有做这东西啊 然后至少表现出老大哥的样子啊 那中国呢 没有 没有东西啊 那你还要穿上外交还干嘛呢 事实上这就让中国 为什么被人家瞧不起的原因呢 好 谢谢 对 我们刚才讲的中共战争 有一个 你说 是吧 中国 日本 韩国 台湾 竟然有一场围棋战争 而这场围棋战争 居然台湾大胜 我都没有想到 现在在围棋世界里面 台湾变成霸主了 这张照片 对于台湾围棋界的意义 跟林洋配拿金牌是一样的 而且对台湾围棋而言 这张照片 比金牌还重要 他把台湾围棋的地位 跟受到的尊重 大幅度提升 有这么严重吗 我先跟你讲 这是韩国人 在奥运期间 在韩国办的 国手三脉杯 国际围棋赛 曾冠亚军 曾冠亚军 这是韩国天下无敌 世界第一人 申真逊 世界齐王 每一个人遇到他 都胆寒无比 这个人 世界上默默无闻 没人知道吗 我们的22岁 台湾骑士 赖军服 没人相信 他今天可以坐在这边 他不但坐在这边 我告诉你 半目 半目是唯一最大的钱 击败世界第一人 拿到冠军 中国腾讯的野狐王 立即拿个金冠 在他头上戴起来 戴金冠什么意思 世界冠军 世界冠军 他就只有打败韩国 他也没打败日本 也没打败中国 我跟你讲 韩国办这个比赛 韩国八个人 邀请了三个中国的 三个日本的 三个日本 如果你懂回去 叫锦山玉泰 伊利辽 知也虎丸 这三个是当前日本 齐胜 名人 本音坊 最厉害的日本三大王 日本齐胜 不是 齐胜 本音坊 名人都来了 三个 大陆三个也厉害 我们两个 台湾一二名的 我们台湾最厉害的 其王 许浩宏 跟这个赖军甫 好 去 这里面赖军甫 世界排名58名 没人看得起他 排名58名 他是因为台湾有两个名额 他非去不可 好 那这个 是韩国的复仇之旅 第一个 他要复仇我们的许浩宏 因为 亚运 亚运 他半幕 把韩国世界第一的 深圳旭给干掉 深圳旭本来要拿金牌的 没拿金牌 而已经半幕 结果各位看 深圳旭第一场遇到谁 台北的许浩宏 第一次 第一场 世界第一的深圳旭 就遇到许浩宏 对 全韩国都在转播这场比赛 连中国大陆 台湾都在转播 结果深圳旭果然报仇了 赢了许浩宏 对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韩国人这是面子之争 跟中东一样 你知道为什么面子之争 世界最大比赛是什么比赛 印试杯 奥运年才办印试杯 四年一次 冠军40万美金 冠军独拿40万美金 好 今年第十届 前面九届 冠亚军一定有韩国人 韩国人好高兴 今年韩国四强一个都没有 全韩国炸锅了 四强没有韩国人 对 有许浩宏 他好 韩国就办这个 我要宰世界哥哥给你看 对 好 我们赖军谱 第一场把韩国一个九段干掉 好 赢了韩国九段第一场 对 第二场 他遇到谁 遇到大陆的范老板 范老板 范廷玉 范廷玉 我跟大家讲 范廷玉叫范老板 印试杯金牌 四年一度的奥运 印钢旗杯 印钢旗杯 印试杯 世界最大比赛 冠军 他拿印试杯第七届金牌 世界冠军 结果赖军府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发生什么事 半目 又半目 赢了赖廷玉 赢了赖廷玉 赢了赖老板 赢了赖老板 就已经不得了了 好 四强 韩国人笑 什么一个赖军府进了四强 你知道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另外三强 韩国世界第一的曾争训 韩国世界第二的世界冠军 变相仪 韩国的世界冠军 都拿过世界冠军 都是韩国人 孙敏俊 都是韩国人 那刚刚 日本的三个九队 全部被淘汰 三个九队 最厉害的名人 全部淘汰 四强 三个 而且这三个人 韩国人笑死了 这三个人 这个叫国首三麦碑 我各位观众看一下 2021年 冠军变相仪 亚军申真旭 2022年 冠军申真旭 亚军变相仪 2023年 冠军申敏俊 亚军申真旭 都是他们包了 都是他们三个 包了全部 大陆 日本 台湾 都不要想染指 所以这一次 他们三个又进了四强 你赖军朴配角 来醍醐的 结果四强 赖军朴 遇到世界第二 世界冠军的变相仪 韩国人说一定赢了 赖军朴把变相仪干掉 把变相仪干掉 打进冠军决赛 跟神真旭 神真旭 天下无敌 世界第一 遇到他 人来 人来杀人 都来杀佛 这人真的厉害 所以大陆 所有人都认为 他不可能赢 连大陆 都是电视实况转播 这一场比赛 结果赖军朴 把深圳一半目 干掉 又半目 又半目 各位看 这是大陆 最有名的体坦周报 所有大陆都在转播 我 这转次体坦周报 为什么 特别把野狐围棋拿出来 你不懂 野狐围棋 腾讯的野狐围棋 全世界最大的围棋网站 全世界人都看野狐围棋 他登出来什么东西 注意看 这个是赖军朴 还没有跟深圳玉下 打进决赛 他说赖军朴打进决赛 过程中连胜两位世界冠军 再加上许浩宏 亚运夺冠 创造登顶奇迹 中国台北 强势崛起 已延然成势 不再是多年来的绿叶 我们以前是绿叶 因为韩国世界第一 中国大陆世界第二 日本世界第三 我们是绿叶 但是现在所有的媒体都说 有了亚运 学奥宏夺冠 赖军朴这一次 击败所有韩国冠军 台北已经是世界强权 而且新闻你说 这个就是赖军朴 等于说出世体称 第一次让大家认识他 就是在中国大陆比赛 在中国比赛的时候 他把中国最强的科技 给干掉了 大家都知道 科技拿了八个世界冠军 是中国大陆第一人 去年 中国大陆办第一届 世界大赛 南科杯世界大赛 三十二强抽签 科技一抽 赖军朴是个扇子 当时他做了一个 非常不好的表情 就说我怎么抽了 这么好的签啊 赖军朴自己当场都说 他瞧不起我 为什么瞧不起 因为科技不当时 中国大陆第一人 而且当时十二连胜 他都说 我怎么输不了啊 好 就是他轻视 看不起赖军朴 各位 这段画面一定要看清楚 比赛开始了 科技还没来 迟到 迟到 完全看不起赖军朴 赖军朴并不养神 他是民座 他打坐民座 他看不起赖军朴 我告诉各位 震惊全世界 赖军朴这一场棋 在世界大赛 在大陆上把大陆第一人科捷 给赢了 干掉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